那么移经实际上 我们更多的是出现在青少年 那么在发育的过程中 那么一般情况下 移经对患者不会有严重的影响 特别是对身体的影响 不必要太在意 那么除非是我们这个患者 对移经以后出现了这种恐惧 负担的加重 当然这个主要好好看 患者的移经的原因 那么如果说他经常有手淫 或者看一些不健康的内容的话 那么会导致可能频繁的移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纠正的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成年的男性 如果出现这种移经的时候 也要去专科的医生去看 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些疾病 可能也会导致这样的症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